夫妻相处 浪漫甜蜜只是一阵子 柴米油盐才是一辈子 这是婚前看到的一句话 现在却深有体会 浓烈的爱虽然汹涌 但爱到平淡 才是感情的真正开始 正如作家马德所说 真正推动爱情的 不是浓烈的爱 而是琐碎的光阴 每个家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用心经营 平淡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惊艳 想让夫妻关系越来越好 离不开一下九个小习惯 1.出门前拥抱一次 回来后夸奖对方 帕姆斯帕尔说 早晨上班前的拥抱和亲吻 让人一天都回味无穷 拥抱和夸奖 是表达感情最好的方式 如果说年轻时 我们的拥抱和夸奖 是激情喷波而出的自然表达 今年累月 激情总会难递时间的消磨 忙忙碌碌的我们 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滋味 正如摘高处的果子一样 你必须点点脚尖 才会有所收获 好的婚姻也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确认 每天出门前 拥抱一次 回来后 夸奖对方 用心感受彼此的体温 用爱化解对方一天的疲惫 正如作家张小贤所说 拥抱的感觉真好 那是肉体的安慰 尘世的奖赏 拥抱一次 夸奖一下 简单的重复 正是激情转化为深情的生长和延续 二 一个在忙 一个想着怎么帮点忙 人到中年 早已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退去激情的光环 我们不免会发现生活里不那么美好的褶皱 古人说 家是什么 上有屋顶遮风挡雨 下圈猪仔十一果腹 简单 质朴 充满温暖的地方叫家 既然选择在一起 就要时刻想着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爱人做饭时 顺手帮着打开抽油烟机 爱人下班回家时 递上一双干净的拖鞋 爱人服按工作时 默默准备好一杯温开水 简单的小事里 藏着满满的在乎 正如一句话所说 感情都是相互的 以心暖心 美好的一天 从早上开始 美好的婚姻 从把对方放进心里开始 一个在忙 一个想着帮点什么 夫妻同心 一起开启属于每一天的精致 三 偶尔示弱 留给对方表现 真心爱一个人 会把自己的成熟短暂放下 不管在外面怎么举重若轻 雷厉风行 家都是让你瞬间柔软的地方 听说过一个动人的故事 撒切尔夫人参加完首相就职典礼后回家 砰砰砰的敲门声惊动了忙碌的丈夫 谁啊 丈夫随口问道 我是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大声回答 结果 毫无反应 撒切尔夫人思考了一会儿 恍然大悟 重新说了句 亲爱的 开门吧 我是你太太 这一次声音不高 但足够温柔 丈夫一开门 就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 婚姻中适当示弱 是一种相处的智慧 大事勇敢单起 生活会多一份稳定 小事让给爱人 婚姻就多一丝柔情 爱是需要 偶尔示弱 正是需要彼此最直接的表现 婚姻本就是两个人的事 一起参与才能走得更远 4.家务不分彼此 一起动手完成 夫妻俩对待家务的态度 就是对待婚姻的温度 感情中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把个人对家庭的付出 视为理所当然 真正深爱彼此的夫妻 不会让对方在婚姻里活得太累 日常家务一起分担 是增进夫妻信任 促进夫妻感情最实际的方式 她心想呵护 所以愿意系上围裙 摘菜煮饭 她心里在乎 所以愿意拿起扫帚 清扫房间 越是平凡里细小的温柔 越是能够让人怦然心动 正如一句话所说 爱你的人 手里总是握着两样东西 一个是你的手 另一个是家里的扫帚 一段美满的婚姻 不是一个人心情付出 另一个人坐享其成 家务是生活的一步 而生活是爱的一部分 婚姻最高级的浪漫 就是一起面对柴米油盐 五 随手分享小确幸 快乐对方的快乐 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村上春树称之 小确幸 他们持续的时间很短 可能只有几秒到几分钟 却为我们平凡的日常 增添了数不尽的乐趣 早上出门 看见绿树红花 随手拍下 发给爱人 工作间隙 点杯奶茶 开心的时候 跟爱人聊聊 网上冲浪 看到一个好笑的段子 发给爱人笑笑 生活的温暖 不是没话找话 而是每次心情一动的时候 都想要和爱人一起体会 快乐虽小 随时连通 爱就会悄悄变浓 正如三毛所说 每想你一次 天上就掉下一滴水 于是形成了太平洋 婚姻中最舒服的状态 不是时刻守着手机 秒回信息 而是你一言我一句 随时分享彼此的小确幸 快乐对方的快乐 微小的快乐互相传递 婚姻自然 日渐升温 六 日常感动随时存档 定期回忆重温 诗人辛波斯卡说 记忆一无所有 而只在凝视的片刻 才拥有了美好 很多时候 我们看着曾经深爱的脸 会觉得倦了 你以为这是不爱了 其实并不是 你只是淡忘了曾经的美好 淡忘了曾经许下的承诺 一张吊骰的明信片 一张卷脚的老照片 一件破了洞 也舍不得扔的旧衣服 那些散落在生活中的印记 都承载着温暖的回忆 翻开岁月的几尘 你会发现 那些满是温柔的丝丝缕缕 那些充满默契的碎碎年年 都和眼前这个人有关 《非无环游记》中说 为什么我总要记得 那些无聊的小事情 因为这些小事里 满满都是我最想念的你 每一点爱都有痕迹 每一件小事都值得纪念 相爱一场 记得将日常感动随时存档 储存专属于彼此的爱情银行 7.制定定期出游计划 共同体验新鲜事物 爱情是婚姻的基石 生活是爱情的承载 两个人总是待在相同的环境中 总有一天会感到乏味 电影《重庆森林》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凤梨罐头会过期 爱情又怎么会不过期呢 爱情宝鲜的秘诀 就是要为平淡的生活 增加一些新鲜感 升职了 要爱人去影院看场电影 被表扬了 来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 换了一套家具 一起计划出去玩几天 婚姻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 工人观赏的镜物 而应该是两人结伴同行 用脚步走出属于彼此的共同风景 当你感觉夫妻感情迎来平淡 不妨抓住生活的节点 增添一些新鲜 在不同的环境中 一起体验不同的风景 两人互动频繁 共同语言越攒越多 心也会越贴越近 8.当意见不合时 不翻旧账 一起向前看 有人说 世界上90%的分手 都是可以挽回的 无法挽回的大部分 是因为喜欢翻旧账 无止境地打捞沉默成本 总拿过去的错误说话 一件事会变成两件事 两件事会变成四件事 直至无法解决 丢不下执念 就迎不来幸福 放不下过去 就开不起未来 夫妻就像一双筷子 一边磕磕碰碰 但酸甜苦辣 还得一起尝 没有人天生合得来 每一对令人羡慕的婚姻 其实都经历了磨合 意见相左 在所难免 闹别扭的方式不同 感情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翻旧账 是夫妻间最大的默契 曾世强说 夫妻争吵 就是论事 知道错了就行 如何弥补 才是智慧的争吵之道 世上没有完美的爱人 却有两颗相互理解的心 与其活在昨日的纠结中 不如学会把今天里的昨天 剔除干净 专注于当下 放眼于将来 9 睡前交流身边的小事 了解彼此情绪和状态 结婚后 你和爱人都是怎么睡觉的 是等着一起睡 还是独自一人 是相对无言 各睡各的 还是聊一聊白天的事 谈一谈身边的人 然后相拥入眠 欲望都市说 我们在床上表现如何 就表示我们生活过的如何 生活不是流程 两个人的婚姻 不要过成一人式的孤独 夫妻夜话应该是甜蜜的 贴心的 而不是丢下一句冰冷的 你先睡吧 然后在床上留下一个冷漠的背影 床室温馨的港湾 请让他住就美好 临睡时 与爱人一微在一起 说说白天发生的趣事 讨论下各自遇到的烦恼 我了解你的状态 你理解我的心情 夫妻一场 在相互依偎的关系里 互相依靠着走完这一生 杨将说 生活一半柴米油盐 一半星辰大海 放一点盐 它就是咸的 放一点糖 它就是甜的 想调成什么味 全凭自己 婚姻 本就不是生活中现成的东西 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投入 深深的话浅浅地说 长长的路慢慢地走 人至中年 虽然青春已过去 可心而还温热 还能感受那幸福 用心经营 把这九个小习惯坚持下去 一起把家打造成 能笑 能哭 能静欢的地方